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为首的科研团队,日前依托大科学装置播手进望远镜发现一颗奇特天体,它的锂元素含量约同类天体的3000倍,是目前人类以至锂元素含量最高的恒星,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今日在线,发布了这一科研发现。 锂元素是连接宇宙大爆炸,星际物质和恒星的关键元素,它在宇宙和恒星中的演化,一直以来都是天文领域的重要科学,但当代天文学对锂元素的理解还有很大局限性,富含锂元素的质星十分信用,在揭示锂元素气流和演化上,却具有重要意义,过去30余年天文学家只发现极少量此类天体, 随着锂首进望远近和寻天计划的开展,其海量恒星光谱观测能力,在天文基础研究中逐渐发力,在此次科学发现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颗新发现的复理恒星来自银河系中心附近的蛇幅座方向,位于银河系盘面以北,距离地球约4500光年。 国家天文台严宏亮博士,赵刚研究员和世界用研究员,在取得这一重要发现的同时,与来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师办大学等约所高校的科学家合作,对这颗奇特恒星开展深入研究。 他们发现这颗恒星的锂元素,很可能来自恒星内部的一种特殊的物质交换过程,并结合美国自动行星搜寻者望远镜的高分辨率光符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最新的原子数据,通过模拟在线其内部经历的变化,从而对这颗恒星的锂元素含量给出合理的解释。 据介绍,这一发现改变了人类对天气中锂元素的认知,将国际上的含量观测极限提高一倍。 同时,这项研究在理论上对锂元素合成,和线由恒星演化理论,提出了读书一支的新观点。 转字,新华社,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